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 就在Facebook那時候向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開火 到底他怎樣說呢 他就說 想當年葉劉只不過是二打六 他今天竟然說一早就已經知道中聯辦是不受基本法22條的規管 豈不是足足騙了香港人22年 我覺得最壞都是這些資深的建制派議員 又不一早就幫中聯辦澄清 這樣才是罪魁禍首 其實田少這個說法就跟我們前日針對葉劉的批評是不謀而合 因為葉劉不能推卸責任 把所有的鑊就推到特區政府相關部門的官員那裡 既然你一早聲稱一早就知道基本法第22條的正確理解 而且是跟中聯辦的說法是一致的 為什麼你身為行會成員兼立法會議員 是可以全程沉默之聲上身的 你應該勇於指出特區政府有什麼的錯處 否則你就是獨職 有沒有牽涉到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你2008年已經擔任立法會議員 竟然間你完全沒有指出特區政府解錯了這個第22條 而且在議會當中沒有任何白紙黑字的文字記錄 根本上你沒有提出過 在中聯辦出聲之前你是沒有提出過 特區政府錯誤理解基本法第22條 好了現在你出來要認威水 說你自己一早就知道那個正確的理解 去斥責那些官員 理解錯誤沒有問題 到底為什麼你當時不出聲 是不是有心靠害 這些是什麼的愛國愛港份子 這些似乎不是愛國愛港 這些似乎是國懷鬼胎 應該多一點 是不是當時你選不上這個行政長官 你陷害林鄭月娥呢 這些人流在行政會議當中有什麼作用呢 反正這個班子都要改組了 麻煩你鬥走這個葉劉 既然你有先見之明 知道什麼是為之正確的 你一直都不出聲 那你留你在幹什麼 你有什麼對於香港有什麼建言 每個月逗百萬多元把鬼 在行會當中 好了 接著就跟我說一下田兆 田兆他就繼續來批評 又批評中聯辦 他說 那麼多年以來都說明 三個機構 即是中聯辦 外交部 和老解駐港部隊 是不應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 那麼多年以來都是相安無事 為什麼突然之間又說不是 在九七主權移交之前 曾經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 會委員的田北俊 就說以他的理解 這三個機構 都是基本法 二十二條設立的駐港機構之一 他就說 為什麼這個全國人大常委 譚耀忠等建制派 那麼多年以來都不說中聯辦 是不包括在二十二條之內 那麼這個就已經是點出了一個問題 根本上一群人 就是看到中聯辦說什麼 他們就說什麼 全部都是應聲蟲 中聯辦吹雞就全部跪低 那你跪低就跪低 又覺得自己欲選 又以為自己拿回的那麼多的面子 個個就只懂得擦鞋 拍馬屁 就說中聯辦的解說就是對 還有哪一條基本法是理解錯誤的 可不可以一次過拿出來說 不要變成立法會議事規則 不斷地輸打贏 上一趟 你這群人在立法會裡頭 因為DQ了很多民主派的議員 所以 就可以修改到這個議事規則 好了 修改完議事規則之後 郭榮鏗按照你們建制派修改了的議事規則 去主持內務委員會的會議 又說他不對 又說他獨職 又說他涉嫌 就是干犯這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就說他 完全違反了這個立法會的宣誓誓言 好了 現在你說要基本法有爭議 麻煩你整群建制派出來 講清講楚 過去特區政府的23年以來 除了基本法第22條以外 還有哪一條是理解錯誤的 如果沒有 以後就不要拿出來說這些 剛剛才是 現在你說22條錯 以前是錯現在正確 另外的159條還有沒有理解錯誤 如果沒有 你就以後不要再說 不要因為你要有這個政治需要 就說現在這個解讀是正確的 是很噁心的 告訴你 我就情願你整群建制派 講清講楚 簡直就告訴別人 中聯辦就說了算 中聯辦說什麼 你們就說什麼 我起碼欣賞你是一個稱職的奴才 就不要現在這樣 以法治作為包裝 行人治之實 田北俊跟著又怎麼說呢 他就說 無論中聯辦最終有沒有任何行動 連日的有關說法 就已經給人極度負面的印象 市民直情就會覺得 中聯辦正在干預香港 也不只是覺得 田少李就是因為建制派 根本上就是在干預 否則麻煩你們說清楚什麼叫做干預 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人肯出來說什麼叫做干預 麻煩你戒定 干預什麼叫做干預 發表意見算不算干預 針對某一個立法會議員質疑他違反立法會宣誓的誓詞 是不是干預 什麼的程度才為之干預 就說清楚 是不是 如果到最後 原來這個干預的定義 是相當之嚴謹的 很多的情況之下 都不算是干預的 你就等國際社會 和香港市民看清楚 原來這個一國兩制是這樣的樣子 是不是 田北俊最後還說到 香港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之下 立法會做些什麼 關中聯辦什麼事 他就說 就算覺得郭榮鏗涉及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都應該由立法會自行處理 中聯辦就立法會事務出聲 並不恰當 不應該對議會事務指指點點 似乎基本法都沒有說明 行政立法和司法是三權分立的 反而大陸的官員 就叫三權合作論 所以三權分立在香港 就真的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自從九七之後 就沒有存在過 好了 接著就說一下林鄭 她今天出來開記者會的時候 竟然說到 有人誤導了她一些說法 到底是誤導什麼說法呢 明明她在2017年3月28日的時候 就說過這番說話 她當時就說 香港的內部事務 是需要立法會的批准 特區內部的管治團隊和公務員去負責 認為不需要中聯辦的朋友操心 但是去到昨天她又怎麼說呢 她就說 無論從憲制 從特區的管治和日常事務的操作 中聯辦都有發言權 因為她是代表中央 亦都可以作出提點 這個是中央機構在香港的權利和義務 她說到日常事務的操作 中聯辦都有發言權 很明顯就是跟她當年 說到本港的內部事務 是由特區裡面的管治團隊去負責 就已經是有衝突 有矛盾 這兩個說法 到了今天又說別人冤禮她 說有人誤導她的說法 她就自稱 沒有說過中聯辦可以就住 本港的日常事務的操作 參與和發聲 到底你哪一個說法才對 你要配合中聯辦的最新的解說 沒問題 那你可不可以對於這些說法是清晰一點 對於基本法的理解 可不可以每天 都有一個新鮮的說法 你說了是這樣就這樣 可不可以抄低她 可不可以記實她 到底日常事務的操作 為什麼昨天就說中聯辦有發言權 今天就說沒有說過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就麻煩你對於基本法的理解 和中聯辦的職權 寫清寫錯了出來 不要昨天又一樣 今天又另一樣 這是什麼法治 根本上就是你們自己在這裏說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麼 今天的我就打到昨日的我了 你打到兩年前的你就沒辦法了 你為了這個政治需要 你現在都是說得一塌糊塗的 最後就要說一下關於那些高級官員換班的問題 NOW的正程引述了消息人士指出 為什麼羅志光即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會遭到免職呢 首先來說 他在內部會議經常跟長官開火 相信就是行政長官 就住公務員復工安排 就一度鬧得非常不愉快 另外 北京這麼多年以來 已經對於公務員的管理感到相當不滿 特別是在去年的反修例期間 公務員就曾經舉行過一些反修例的集會 部分人就更加涉嫌參與非法的活動 只不過及後就只是停職了 而不是即時解僱 北京就認為太溫和了 至於劉剛華又怎樣 據聞北京是不滿意在去年拘選之前 拒絕DQ黃之鋒的那位民政事務專員 即是馬太 事後就獲得優價以及調職 北京就認為這件事不單止是羅志光 連劉剛華也有犯 當時那位南區的民政專員 就說自己有病 請病假 所以就不肯下手 DQ黃之鋒 後來他已經是調去第二個部門 原來這樣 都是要遭到清算 好了 現在就委任了聶德權 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首先來說 他已經在做局長 他就不是從公務員當中 挑選一個人出來做局長 在2002年的時候 特區政府提交給立法會的文件 就怎樣說 列明了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就會從公務員隊伍當中挑選 但是 聶德權就已經加入了問責班子 他就是政治委任的官員 他做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他已經不是公務員 這個就已經 有違反 任命原則的嫌疑 第二件事 他現在就是 所謂大罪立功 所以他一定要做得比前一任更加出色 如果要整治公務員隊伍那班的黃絲 或者反對聲音 一定有很多辦法 在上一任 羅志光未走之前 就已經在立法會預告過 說要搞公務員宣誓的制度 一旦宣誓以後 你一輩子的靈魂 直至退休為止 都已經要賣命給他 因為一旦那些公務員 到其時再發表一些言論 是反對政府的政策或者措施 就可能說你 違反了宣誓的誓言 就將你兜走了 再者 要怎樣進行一個有效的監察 就算放偷聽器 在寫字樓那裡都沒有用 你可以不說 一定就會像國泰那樣 設立一個匿名的舉報機制 你不在辦公室 不在寫字樓跟同事說 他怎麼知道你出街有沒有說 就在這裏做一個機制 凡是你在Facebook、Instagram 哪裏說的話 就可以被人家 舉報 篤灰 或者你參加遊行 被人家拍到照 被你 在辦公室裏頭的 趁家拍到你的照 又去舉報 又把你兜走 一定會有這些機制出現 否則你怎樣落實 有效監察 宣誓來不是當作吃生菜 好了 最後一件事就是 新公務員工會 若然被你搞得起 組織得到的群眾力量 豈不是會造成 心腹大玩 他當然會盡一切力量來打擊 所以這些我相信 就是聶德權上任之後的硬任務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